开4800多块钱 我给你3500 连我都归你管 啥不管 我这个钱就是打得我外围的 我再也不管你要钱来 你也省心 我也省心 真是城墙上的守卫 高手呀 相亲见面就交出退休金 说的每一句话 直接打到大妈心坎上 如此相亲 咋可能不会成功呢 这张五啊 这一个屋里头一张床 完了就是一个小棍 这是啥呀 我吃饭的用具烂刀 今天就送我吃完饭 生这些玩儿什么 那他是不是也是供饭 他供饭嘛 这个饭的话就是多浅啊 我这1800秒 所以说是得的癌症 江西抛骨髓流 骨髓流吧 我这大夫 你们也不用瞒了 能喝多长时间怎么个意思 你跟我说 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他说可以治 完了这个咱们今天是附属医院 三年 我受了三年 西林的房子不定说他有病 我把这个房子就处理了 花了四个多万吧 最后综合症 走的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惜啊 咱大哥这一路走过来是真的不容易啊 前期不幸的了癌症 咱大哥明知道这是不治之症 但对待妻子还是不离不弃 不懈忠贞不渝 砸锅卖铁破骨沉舟 可是没想到到了之后 饿了个人才两空 人不仅没救过来 这房子都给搭进去了 看看这豆大一点的地方 放个屁豆子把整个屋子填满了 这日子过得真是老鼠钻牛角 不不紧啊 养老院吃喝中补物价 哪方面都补物价 你个家你想吃啥俩人 你就整点啥这都行 你个人乐意吃也就不乐意吃 还热喝 那就是想找一个啥样的呢 性格好一点的 力争的 干干净净的 干净利索的 其他方面我没有太大的要求 如果正说找另一半的话 这个住房问题是哪好一点的 哪考虑的 我得问对方 我那边 你同意跟我去 那是最好 你这边有房子 我也乐见 我开四千八百个钱吧 三千四千的 剩其他的 唯一的我都去就不管了 不就完事了吗 生活你等一百步就完事了 咱大哥也是厨房里的案板 唱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现在好不容易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就是想找个换个地方生活 找个干净利索性格好的过日子 毕竟这大晚上的上个厕所 都得打着灯 吃喝拉萨终究不如有个家 现在咱大哥这个再来漂泊的一夜孤舟 就想找一个遮风挡雨的爱情考案啊 并且直接许诺 要是人家不嫌弃自己 这钱就全部交给人家 自己认凭人家发号施令 马上下落寸的真高啊 七年 不是 爬不动了吗 白山 长白山 长白山 这个是威海 这是威海 那个是大连 那头大连 这个北京 大连北京啥 去过多少个地儿了应该 澳门 香港 珠海 北京 上海 大连 威海 把那个 基本那头都走到了 现在我就想要上 上那个德国了 还有那个法国了 去玩一趟 出国里 出国去看一看 等有病的时候 到那个阿姨席上 也行了 但是人生无憾了 也活一回 上外地走了一趟 也无憾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虽说这房子楼层是高了点 但是每天走几趟就相当是锻炼了 咱大姐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人家这都把大半个中国给转过来了 咱们学孩子这个小地方原地他不啊 人家这回就是想找个老伴出国游玩 奋斗了这么年如今结甲归田 就是想好好享受生活 这以后找个老伴负责拎包掏钱 自己就负责吃饭拍照 那不是飞机上我腌制 美上天了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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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半个小的特意去给大家买的奶 不错 哎呀 哎呀 根点吧 也没啥卖的 所以我这点心 那你费心了啊 没事 这个出事啊 大面还都行 出事了 人丑的 说话还都行 这是重演的 是重演的吗 重演吗 我看看 重演的 下乡的时候就吹 你也下乡 你下乡的什么地方 下乡的 榆木桥子 啊 华的 榆木桥子 那黑夏圈那块 啊啊 那我都开车 往长山去那个方向 啊 就榆木桥煤矿那块 往里面走 榆木桥啊 嗯 那我都开车就经常走过 刚刚各位总认相不那么太理想 就是进屋 超奶嘎我对他有这种想法 就是都是下过乡的 我能体会到 下乡这种滋味 哎 最起码下过乡的 只是这个苦啊 那真的 那这从我这个内心当中 就就就就 把那个 以前的过年就给删除了 是吗 就对他就有好人像 下乡落下乡的事 都挺有共同意 嗯 就是感觉都是那个 年代除了的人 对 真是端午节吃冻的 皆大欢喜啊 两人推开每一见面 千里送额毛里 心情一众 看着大哥送来的心意 咱大姐呢 也是直言对大哥印象不错 丑着书号 为人处事都不赖 咱大哥一听到 大姐也是吃过乡下的苦 对人家的印象一下就好了起来 直言下过乡的人 能吃苦 不会过日子 咱看这么亲事 也是铁头戴了钢帽了 保险的很啊 你抽烟吗 抽烟 喝酒 喝酒 就是跟前那个坐车 个车站等车 别人有会抽烟的 到跟前的一走一过 挤到前面去 哎呀这烟味那就够熏的 脑花收拆一下 比如说少量盐的一天抽几根那种 不行 他就不抽烟 我闻着他身上盐味都受不了 就是不行 抽烟喝酒 都不行 对抽烟的 哎呦我闻着 就是他不在我跟前抽烟 他是抽烟饮的 在我跟前一过 就这么远 我都能闻着 除了抽 那不再无抽 他身上有那股烟味 就受不了 那这个事吧 他要是一抽烟事 那肯定是 人家本身就烦这个玩意 那就不合适了 大概是能不能把烟气 那那是不可能的 我这抽五十多年了 十六岁就开始抽烟 你说这些吧 我就明白了 我烟酒呢都会 这方面 这真的 不适合你 真是唱戏不看剧本 属实离谱啊 刚刚两人还聊得没开眼笑 狼情惬意的 没想到大井一问生活习惯 咱大哥直言自己不仅抽烟 而且还喝酒 那是样样都归 样样都精通 咱大姐一听到这话 眉头就皱了起来 直言受不了别人抽烟喝酒 别说一天只抽几根 咱大姐是一闻到烟味身体 就受不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你做啥吃的呢 这个是 包饺子 隔几天我就包一次 我愿意吃面饭 愿意吃面饭 正好我们来还赶下来 对啊 包的这是啥鲜 韭菜 韭菜肉吗 我看有一个白菜鲜 我大哥里头吧 越呆越粘吧 越呆越粘 大姐原来是做啥的呀 看最火 做活饭还挺擅长的 做这些吃的啥的 哎呀做什么都会 原来是吉林五金采购供应站 单位是 就采购供应站的 嗯嗯嗯 那那个是做啥工作的 最初是营业员 就一点一点后来当客帐 下岗的时候就是客帐下岗了 哎呀大姐挺能干的 哎呀要说能干的可真是的 今天地区 评选出的94个高级营业员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上次相亲是以失败告终 咱节目组也是马不停蹄的 对咱大哥物色到了第二位相亲对象 咱对人家这工作效率也是 司马懿福祝哥 甘拜下风啊 咱大姐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人家可是全是前100名优秀营业员 要是照这样来说 咱大姐的脾气性格 那指定是杠旺的啊 人家还是科长下航的 上了厅堂下的厨房还真是能干啊 那咱们就齐力看唱本走着瞧吧 12年1月9号 上班他是那个帽子 衣服工作服就在这门上挂着连出门 就摘工作服 就不自觉地就摁这块 我说那块咋得疼 他就皱眉头 就跟他俩上医院了 我回了中心医院 马上又让他做骨扫描 一看这骨头破坏十三四个地方啊 都是癌稀泡的呗 那不能认输啊 我说有一分的希望 咱们百分的努力 你也坚强点 就这样喝出来了 最后都想要卖房子了 但没等到 没等到卖房子的时候 他就走了 那大姐现在想找到啥呀这个 正经过日的人呗 哎不打麻将 我就讨厌这事 最好工资高点 因为我老伴就一直把那个 回到解放前 咱大哥和大姐两个人 还真是黄莲树上挂苦胆 一个更比一个苦啊 咱大哥是为了爱人砸卧卖铁 颠沛流离 咱大姐这也是差点就落到那一步了 眼看就准备卖房子 换就命钱了 没想到前夫却没有熬过那个冬天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但是瞅瞅咱大哥大姐这两个人 那是真的一往无前至死不渝啊 俩人都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就看俩人如何交流相处了啊 哎呀 哎 哎 你好啊 来 咱先进屋吧 大姐那时候听说那是 听说没吃饭 这上午包饺了 给你撕点饺子 哎呀 我的天哪 那可就太不好意思了 你这不合适整的玩意 整的我这个不得劲 这有啥呀 对我这个热情劲 咱不凭别的不认不识 你主都给你包饺子 叫我感动 都说湘西眼圆战一半 咱大哥一进门 看到大姐屋里收拾的宽敞亮堂 再看看人家 为自己悉心准备的午餐 这心理一下就是满满的感动 也是胡动的感触 直来直去 直言不为别的 就凭咱大姐这个热情劲 那指定是要好好表现一番 姐姐 给你大哥大姐介绍一下 不行 饺子 稍等 稍等 因为都搁这块都搁这么长时间 真吃真的不啥饿 也不用这么不好意思的 大哥尝一尝 大姐给你煮了尝一尝 是 这样趁热尝一会 要不凉了该不好吃的 来 我来一个 这都来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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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那时候一直乱吃 你不吃人 真不愿意吃饺子 吃饺子从来各家 就吃个三个四个了不起了 还得过年 平时我从来不吃饺子 多吃两个 我不吃了 真真不吃了 也谢谢你了 我这实话是说 吃饺子我吃不饱饭 我也不愿意吃饺子 我就认可 就是喝饱面的时候 吃片汤 我也不愿意吃饺子 完了吃不到一块 我们家原来可愿意包饺子的 盒子的 做面食 我也最愿意做面食 可能不协调了呗 我也不协调 那饭就不好做 真是唱戏不看剧呗 属实离谱啊 本来以为咱大哥会满心欢喜 可没想到一探到这是饺子 心里就感觉不累了啊 直言自己这么多年来 就是想吃不了饺子 宁可喝稀饭很大饼 也不愿意吃这几个饺子 咱大姐一听也是失望至极 自己这么多年就好着一口 认为两个人吃不到一块去 一招不是满盘皆输 好好的一盘起子咋就成这样了 包你这饺子多整吃点皮子 往里一扔 我最累吃面片 那么玩 饺子 饺子把面片包了一扔 一堆捞出来的 给我来一碗面片子 倒着酱油提早吃 比吃饺快多了 还能吃饱 还能吃饱 因为单独吃饺我还吃不饱 那这样的话也算是能吃到一块去的 吃啥都没有 我不是说你是面饭 你是嘎嘎汤 是面片子 你什么我都愿意吃 这样一听的话 是不是还能吃到一块去 她吃面片 真是老奶奶酸被我 给爷整笑了啊 一看到咱大姐心里不累 咱大哥也是当心表示 做的饺子剩的边角料 随便揉合几个面片 往锅里一下自己就能吃香喝饱 咱看大哥直指定是对大姐有意思啊 不然可不会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啊 屋里头人吵这么多 就衣服的什么呢 我看能做啥我就做啥 去年咋老多鞋垫的 那些工人呢 这些年轻孩子 家不带本事的住去的 哎呦一看他们发的那个鞋 工作的鞋 就那么穿着踢了塌了的 都给他们做鞋垫 一直挤挤挤挤的 就她的这一举一动 就说她整个鞋垫烂 一般女人没有干这玩意 就我们这个年代 她就这样女人少了 真的回国人转着车 大哥就想找回国人 对我就想找我这样 没得我这说实话 我见你本人跟你这一举一动 跟你说这话 我挺感动的 真的我把话说完了 我挺愿意的 实在在这儿 本分人 咱就说现在这种人少 我看出来是一个政治的好人 恋爱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咱大哥一听到大姐 勤俭之家的各种事情 看见有点用的东西 舍不得扔 就想办法便废为保 也是直言自己打心 你喜欢这种的 就是想跟这样式的结合生活 那咱大哥可得加把劲啊 没有我跟你说 我这不良嗜好还挺多的 是吧 这什么不良嗜好 抽点烟 还喝点酒 烟味我闻着就脑得疼 烟味我闻着就脑得疼 那完了 我这烟我马上我喝 那你们也不是怎么回事 可以做到啥呢 葛物我不抽 上外子抽去 这能行不 把适量的姐妹一点一点的 能接受 我老伴那时候也是少烟少酒 她也不是绝对的不抽 咱俩是行的话 你是喜欢让我搁这儿住啊 是准备像那头儿住 哪儿都行 哪儿都行 真是丝绒打结吧 男姐啊 没想到咱这位大姐 也是不喜欢抽烟 咱大哥上次遗憾退场 就是因为抽烟喝酒快习惯 难不成今天又要败在这道坎上了 人家可是从小抽到大 这眼灵可都比咱的岁数还要大了一轮 没想到咱大哥是百万退让 咱借不了可以剪评剪字 大不了蹲到门口抽 写了新的想挽回大姐的心 咱看大哥是百分百桥上的大姐了啊 我啥我都供了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了 房子我也有 房子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的呀 一斤手足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这可真是将冈里泡石头 一言难尽 大爷相亲 嘴态度太直 这大妈刚见面就想要三斤 甚至还要求大爷带着自己 去三亚度蜜月 哪成想大爷看着对方的脸 摇了 对方的脸 摇了摇头 直接怒罪您配吗 这反差可把主持人搞了 那嘉宾我请问一下 那房子是你自己的吗 不是儿子给买的 那你是跟儿子在一起暂时住呗 不是就自己 说的是 叔叔是三个儿子 这小儿子给叔叔在群里买了个房子 对 全款买的是吧 全款买的 200多万全款买的 220万 这大爷派头可真大 平常都是自我介绍 可大爷不一样 这还没来得及介绍呢 大妈就问起房子的问题 大爷也有些得意 直言自己的小儿子 直言自己的小儿子花了 200万给自己买房 这光是想想便是巴黎庄的萝卜 心里美啊 有的是你名吗 那200 200 我房 我房咱们杀 那是 90平方 90平方 那你有双宝吗 有 啥都有 就是工资低 您这个双宝也是自己交的 是不是 被自己交的 自己交的 那你现在孩子什么状况呢 有几个孩子 一般相亲都是 一般相亲都是问大爷性格 生活习惯 结果这几个大妈可倒好 一上来就问对方的儿子怎么样 大爷这就回答了 他一共有三个儿子都比较争气 尤其是老三直接搞了个大工厂 直接搞了个大工厂 当了大老板 咱儿子 大日来密山 儿子在这个哈尔滨 军工 好好好勤 老三这个最有出息的在深圳 在深圳 自己做生意有工厂 对于老三来说 这200多万的房子 这200多万的房子 根本不算啥事 直接全款买下来的 大爷是丧偶的 自从前妻离世后 大爷就没有再找过老伴 一心一意的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 结果厂上的大妈妈丝毫不在意 大爷找过别的老伴没有 直接就询问起大爷 是否会给自己买三斤的问题 我啥我都供了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了 房子我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大爷那是丝毫不惯着这群女人 直言想要三斤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妈依然不依不饶 怎么都想要点斤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的呀 一斤手拙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看到大妈覆嘴脸 大爷更是直言别说你要三斤了 哪怕你不要我都看不上你 结果这个大妈被打败了 打败了 吓个大妈顶了上来 买三斤不行 那带我去海南三亚玩总成吧 那三亚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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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哪都不去 我都去了 那你去 别人没去 我再不去 再不去 不是 阿姨说跟你书挺好的俩人 跟你书挺好的俩人 登机结婚了 是老伴呢 那我也不去 我今年过年想去三亚 就他呀 你呀 不是他别说谁 咱不说谁 我啥我都供的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的 房子我也有 房子我也有 对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哈哈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的呀 一斤手足行吗 啊 一斤一点都不行 大妈相接 直接要求大爷给自己买三斤 遭到拒绝后 又要求对方 带着自己去三亚旅游 哪料到大爷这人丝毫不给面子 直接要求大爷给自己买三斤 直接就拒绝了对方 看着我们大爷坐在凳子上 双手插刀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这个时候主持人也赶忙劝解 让大爷说话别再冲 这也不招人喜欢 可我们的大爷是个毒蛇的 直接不屑一笑 看着对面的女人一指 就她 女人一指 就她 说直接脸 大爷就是觉得大妈根本就不配 结果这个大妈不说话了 另一个大妈又来了 我问大家别有个问题啊 你现在是挣2150对吗 对 你自己的工资 对 你自己够花吗 花不了 他一千 一千万元花不了 一千万元花不了的 比如说 要是两个人生不到一起 你的工资还是给他呀 还是两个工资给一起花 这是现实问题 没说你工资我一分 我这工资都给你 我这工资都给你自己花 我都不玩 我都啥都不玩 比如说哈就是 哪个人结婚了 朋友了 亲戚了 结婚了 这笔钱从哪出 哎呀 那笔钱从哪出 哎呀那个现在这结婚不像原先了 一百二百 现在对地都是五百一千呢 对呀我就说这笔钱怎么出 把工资给对方了 如果要这方面的工资怎么办 那没人行往 那没人行往 那怎么办呀 对我就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看谁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 你不会拿 你的朋友我也拿 没事 这台上的几个女嘉宾 听到大爷有钱 并且儿子都有能耐 两百万的全款房 一说话就是冲着大量的钱去的 张嘴就是钱钱钱 既然还问上了人情往来的钱 大妈这生怕自己都理了几个钱 被花出去一分钱 这大爷坐在台上 坐在台上 听着几个女人叽叽喳喳的 估计都嫌烦 听听话里话外的不还是钱吗 这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按是几个女人说话别这么直接 毕竟以后两人出的好了 大爷的儿子们又这么出息 到时候想要个三斤五斤的 不都是洒洒水吗 别说是去三亚旅游了 你想去外太空 那指不定人家都能同意 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呢 比方说商宝了什么的 那没有商宝不行 提到自己的子偶要求 大爷这就说了 自己就要求对方有双方就成 剩下的咋都好说了 红娘一听也表示 大爷这人可真是失诚 找个有双方的 还是为了替对方考虑 到时候大爷先走了 对方也能自己生活的下去 不至于饿死 并且大爷说了 自己的孩子们也不会不管女方 我啥我都供了 啥都供 就是你吃喝啥的我都供 吃喝啥都供了 房子我也有 房也有 房也有 那你能给买三斤吗 不能 你咋得给买个一斤呢 买一斤斤子呀 一斤手座行吗 一斤一点都不行 大妈相信 开口就是三斤五斤 闭嘴就是三亚旅游 三亚旅游 台上的一位女嘉宾听到这些话 有些忍不住了 就凭借着大爷一个人 能把三个孩子教育的那么好 大爷这人就是个好男人 虽说自己年纪跟大爷差距有些大 但是自己可以 当红娘搓和其他大妈 接下来几名大妈也明白 大妈也明白 不能再提前了 于是便问起大爷前妻的问题 大爷的前妻是脑流去世的 当时大爷的前妻是脑流去世的 大爷才29岁 期间一直都没有找过对象 后来大爷的儿子给他买了房子以后 大爷的爱好就是在家里看相亲 在家里看相亲节目 大爷这些年不缺钱 生活过得也算不错 但是没有老伴的日子实在是孤单 一说孤单 台上的大妈就感同身受了起来 结果闹得都挺好 一问谁看上大爷了 是这么个场景 来吧 到最后了 要不要留灯到底 请表态 这可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前倒几个大妈表现的那么积极 要钱的时候一个笔子大胆 结果听到对方不愿意给自己花 一个灯都不愿意给大爷留 主持人看到这个场景 也是询问起蹦达的最凶的大妈 询问起蹦达的最凶的大妈 这啥灭灯啊 没有感觉他身体状况 不是够好 啊身体状况 你看我吧 就是怎么活动怎么跑多少米 我不带你啥 像刚才这一段练 我不带胡子带装 我也七十多岁的人 还是身体不是那么健庄 大妈 大妈一时也找不到忌口 于是便拿大爷的身体健康说是 大爷的这场相亲就这样失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便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 看北方中老年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我们家都有退休息 我们家都是全民编制国营企业 我弟弟是我们当个领导 我估计的是我们其他中文领导 在资金问题上是一点问题没有 我这条件就这样 工资不太多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房贷我还 优质大哥来相亲 家族环境以及物质条件 直接碾压女嘉宾 但大姐也有自己的优势 不但岁数比大哥小很多 而且还有一样过人之处 那最终二人能否牵手成功 老铁们请先别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好久不见了大哥 你好你好你好 太谢了 潘红年69岁 丧傲 长春一期退休 退休进去 退休 退休金5700元 住房面积80平米 潘大哥曾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他退休前是长春一期的一名技术专家 有43年功龄 高级支撑 退休金也不低 另外他家族的其他成员 家族的其他成员 也大多都是高支撑高学历 所以潘大哥就想找一位和自己层次相当 能融入自己家庭氛围的另一半 我就先找一个就是 有建议文化有气质 啊 这样的 自从上次潘大哥的节目播出之后 受到了很多女嘉宾的 很多女嘉宾的青睐 家住长春市的王贵珠王大姐 就是其中的一位 你好大姐 红娘甜甜 王贵珠57岁 离异 退休金2000元 住房面积103平米 一进屋 红娘就发 一进屋红娘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王大姐这屋不收拾的干净 一把都放链 还不在家 就我自己我也天天差 王大姐坦言自己是一个爱干净爱整洁的人 尤其是自己的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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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大姐不光是裤子 塑捞袋都给你挪的整整齐齐 对 看着底下这个箱子 一挪一挪的 上面叠的衣服都是一块一块的 不光是衣柜里的衣服裤子 还有箱子带子摆放整齐 甚至连床头的网 装废水的瓶子也都是方向一致 齐齐刷刷 对于整齐有着如此高的要求 王大姐也坦言 自己好像多多少少有点强迫症 之所以会养成这种性格 可能与他这些年独自一人平淡而孤独的生活有关 但自从那天在 但自从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了潘红年潘大哥 让他又有了一种久违的心动的感觉 就是潘大哥的这句话 深深的打动了大姐沉风依旧的心 离婚后这二十多年来 王大姐一直没有在找 因为上一段失败的婚姻对她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关于这段失败的婚姻 那真是说来话长 在王大姐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之后她被姐姐接到东北来上学 在姐姐家生活的那段时间 她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家的渴望 和前夫从认识到结婚 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前夫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 婚后的她不但不往家里拿钱 甚至还经常和王大姐动手 但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王大姐始终选择忍耐 直到2002年 儿子当兵离开了家 王大姐终于决定要结束这段 要结束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离婚后的王大姐 一直没有在找老伴的想法 直到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了潘大哥 让王大姐再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看到潘大哥这个人才觉得 这个人才决定报名了 对要我才不报名了 成也不成 我这种气他也是鼓励我了 了解了王大姐的情况后 洪娘决定马上安排两人见个面 大姐的大哥不用给你介绍了是不是 对啊 那你给大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哥我姓王 我姓王 王贵珠 您好 刚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觉得这个人挺有庆和力量的 一看是一个淳朴的 很淳朴 二人坐下后 细心的潘大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屋手挺干净 好厉害 是 光看屋还不够 洪娘还要让潘大哥见识见识王大姐的衣柜 我带你看个大姐这个 真绿子 你看个大姐这个 看完王大姐家整洁的衣柜 不觉得让潘大哥发出这样的感慨 王大姐的干净利索 让潘大哥对她更加的满意 王大姐见状也是趁热打铁 当面向潘大哥说起了自己的心意 听了王大姐对自己的一番赞赏 潘大哥也是打心眼里高兴 此时的她也想打开心扉 和王大姐 和王大姐来个更深入的交流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吧 你直接说 面对潘大哥的提问 潘大哥的提问 王大姐给出了让潘大哥满意的回答 听了王大姐 听了王大姐朴实的想法 潘大哥被王大姐彻底打动了 接下来她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听了潘大哥的家庭情况 王大姐也如实的说出了自己的现状 那你月工资不够 那你月工资不够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与潘大哥的条件相比 王大姐的现状显然是逊色了许多 但对此潘大哥似乎并不介意 工资是低的 低的不还房贷吗 再还一年差不多了吧 我工资可以 我工资可以 两个在一块可以 大姐现在还房贷的事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 就在红娘以为二人的好事将近的时候 潘大哥却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让现场的气氛瞬间改变 气氛瞬间改变 听说王大姐教的是社区医保 潘大哥表示非常可惜 因为潘大哥原来的老伴就没有医保 所以生病住院时花了不少钱 故此潘大哥对医保这件事非常在意 看着其他样样都让自己满意的王大姐 潘大哥一时没了主业 于是赶紧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他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我在女方家呢 这位女同志 人品确实不错 医保是自己买的 家里管理挺好干净利索 是干活人 不见肯定是一般 但是人你要想中呢 那你就提出一下 你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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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一般的话 那你就拿走 知道吗 那行那我听你的 撂下弟弟的电话 此时潘大哥的电话 她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她决定当面和王大姐说的清楚 我直言不会 我也是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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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结婚高中教育人 我们家很重视医保问题 这个医保是大事 我公司本身就是医生 我不在乎你挣得多少 就很重视这些事 真的确实不好意思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就到这里 老铁 你觉得潘大哥放弃王大姐可不可惜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说你大哥属啥的 我属猴的 五六年 属狗的属马都挺合的 我说只要不是属猴的就行 哈哈哈 这是我路上说的 我路上说的 属猴大爷来相亲 各方面都不错 偏偏这个属相阿姨不喜欢 今天来相亲的是67岁的关大人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听山 哎呀 这个是什么书体啊这是 就算行草 这都标起来了咋不挂上呢 这写这么好看啊 没打到标准 关大爷可是个文化人 写了大半辈子书法 如今已是小偶造诣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收藏他的作品了 那你卖出些过没有啊 现在目前里面 卖不太多 那能卖多钱呢一副 大概几百块钱吧 几百块钱 除了酷爱书法以外 管大爷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打平方球 但他的打法却非常独特 这个板 这个板放在两张桌的头 他起啥作用呢 反弹作用 为了能随时一个人在家锻炼 官大爷也是啥废骨心 你可别小看这个技术 一般人还真就摆弄不了 官大爷的老家在吉林市 14年前老伴不幸因癌症去世 这些年他一直孤身一人 如今已经有些耐不住了 多没意思 一个人在这屋子门的 一天处理写字就写字 找个伴多好 那官大爷想找个啥样子办呢 我就是想找能跟我一心一意的 咱共同的把这个家过好 我就想找这样 我看咱们的节目 有人闹了他也离近家门 一个人给我点钱 我就对这个事就不理解 你说这日子是一个人过 还是俩人过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这是对家庭责任的问题 就共同的责任 共同的承担 了解了官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给她 她物色到一位阿姨 不好意思啦 门口人都认识 不好意思 我在外边有小生意 所有小学生都认识我 董阿姨如今已经退休 并在家门口做了点小生意 可当红娘问起董姨做的是啥买卖时 董姨的表现却有些反常 董姨之之物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最后在红娘的一再追问下 终于说出了实情 我做手抓饼烤冷面什么的 所以我不去那个 我不想去说这个 卖手抓饼和烤冷面 本来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 但在董姨看来 这已经有失了自己的身份 因为她曾经是干过大事业的人 董姨从三十多岁就开始做生意 大大小小的饭店开过不少 现在卖手抓饼和烤冷面 虽然规模比从前小了很多 但收入却非常可观 董姨直言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挣钱 这一辈子也从没缺过钱 虽然很早以前就和前夫离了婚 但这些年她始终忙于生意 吴霞顾及自己的个人生活 直到最近她的想法才有所改变 但是现在感觉到这个 就是这个年龄了 天在家真的挺孤单的 我有时候走到外边 上哪去去旅游啊 上街啊 看见两个人最童子 看见就是很好的 你就可羡慕了 那如今的董姨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就是两个人彼此的 就是 死的 就是身心自然在走在一起 没有任何的就是 长的叶子 像以前一样 俩生在一起 什么家庭啊 孩子啊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孩子 形象不胖不瘦的 有点肚子要来咋卡下 要来咋卡下边的文化是高一点的 了解了董姨的想法后 红娘觉得官大爷方方面面都挺合适 于是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二人一见面 官大爷家浓浓的文化氛围 一下就打动了董姨 人挺好 人不错 确实人 文化素养各方面都不错 就挺有一种文化的氛围的 我没跟你说 这都是我画的 啊 这画是你画的呀 哎呦天哪 叔你也太能藏了 一听说墙上这几幅画作 都是出自官大爷之手 董姨对官大爷更增加了几分 大爷更增加了几分仰慕之情 很敬佩很敬仰慕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的 是不是 就是你喜欢 你不一定有这个天赋 从自己的爱好 到了一种能画成这种境界 那都是说是很不是一般的 有文化的底蕴的人 接下来 红娘向 红娘向官大爷介绍起董姨开饭店的事 没想到官大爷竟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在外边打拼一点 我身有体力 我还开饭店 很那个很辛苦 你看我没跟你说过 庆岭活鱼第一家 鱼第一家 那那个顾客哪有天 敢都敢不着 我总去吗 我实际上还不错 我也开了小医馆 开 开三个月 还没等官大爷把他的故事讲完 董姨却已经猜出了故事的结局 这三个月就回头客都形成了 又开大的去了 就笑一张毛 大的 开大的去了 你说你做买卖复杂不复杂 一开大的一下就完了 你看他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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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说的事没说完呢吗 完了 知道结局咋回事 相同的经历 让两个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 就在二人的相亲坚入佳境时 董姨突然提出的一个问题 却让现场的气氛瞬间改变 你问大爷属啥呢 我属猴的 五六年 属狗的属马都挺合的 我说只要不是属猴的就行 这是我路上说的 那你是哪家呢 我是六二年末的 我是属虎的 董姨属虎 而关大爷偏偏属猴 这是董姨最忌讳的一个属相 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那你信不信呢 我信呢 那对此关大爷又是咋想的呢 他这玩意有科学语句吗 没不客气 你是不是 不然是每个人都有想法 是不是很正常 那你觉得可不客气 那就是 有那么点吧 那么点吧 还是有点不信 而接下来 董姨说出了 他没相众观大爷的真正原因 如果人有相众的一切 我们都不是 包括我说的属相 都可以给他养 都可以给他养肥 关键是 心里的肚子差很大 可是个儿太小了 个儿太矮了 原来董姨是觉得 官大爷的个子有点太矮了 没能达到他心里的预期 人心中都有个每个追求 就不超过自己一个男人 没有追求 所以我们还得差不多 那小哥也有追求 对我来说 没有太吸引我 没有太吸引我 那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吸引到董姨呢 原来董姨是喜欢那种高大魁梧 走路带风的男人 即使官大爷有如此高的文化抵御和内涵 但依然不能进入董姨的发言 依然不能进入董姨的发言 而官大爷也是个有自知知名的男人 他自己有什么缺点 他心里最清楚 他身高挺高 我们俩站一起他可能比我高 你多高 我一米六七 估计现在也没到 觉得你这个身高对你 就是找得像有影响 就是找得像有影响 我感觉碰对人不会是文明 毕竟这个孙女是 他因为这个事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谁都有个标准 完全尊重个人 完全尊重个人意见 官大爷毕竟是个有文化的人 说起话来已是滴水不漏 毫不伤人 反馈了 反馈了 我认为那就是 比较尊重对方的意见 其实都挺挺好的 我这人可能说高 不是特别高 我身高 但是毕竟身高 我还是介意一些 看着如此般配的两个人 红娘都觉得有些可惜 其实挺可惜的 俩人也挺般配 就单独 因为这个事儿 以后后悔咋整啊 以后后悔我再来找 大概会拒绝吗 能不能拒绝啊以后 那就是圆会拒绝 那圆会拒绝 最后在红娘的一片惋惜声中 二人的相亲宣告失败 老铁你说官大爷和董姨以后 大爷和董姨以后 还能不能有机会走到一起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真不一般 就要找个倒插门的 大妈是嫌自己房子太大了吧 虽然你的房子宽敞明亮 但还有自己的老母亲要住啊 再找个上门女婿 到时来一大家子 很怕你的房子都装不下哦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王大妈 五十六岁 离异有双宝 退休金两千三百元 有自住房 王大妈离异二十多年了 一直与老母亲生活 自己卖过保健品 开过出租车 厂里做过工 有母亲为伴 日子过得到 日子过得到舒服 一直不想找对象 现在母亲老了 对她不放心 要她找一个过后半生 她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 是需要找一个了 她的乡亲要求 找一个和我旗鼓相当的条件 啊 条件 啊 完了 言品好 就比较正直 最好有点幽默感 找个门当户对 旗鼓相当的不错 还要找有幽默感的 大妈是个追求生活情绪的人啊 不知今天的大爷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刘大爷 幼十岁 汉偶 教师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金4200元 大爷一出场 别的都还好 就是形象不咋的 个子不高就算了 主要是那两颗包压太出众 看着说话都感觉不方便 大爷为了找老伴 特意买了新房 大爷虽是个大男人 但家里收拾的干净利索 退休在家没事 就在家里搞卫生 或者去社区活动 或者去社区活动 是搞活动 打打乒乓球 大爷到底是当教师出身的 他虽然因为老伴离世的早 但为了孩子不受委屈 他一直与孩子相依相伴 现在孩子成家立业了 自己年龄也大了 所以想要找个老伴一起过后半生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如果找到合适的老伴 他还是按正常程序来迎娶新娘 见面礼 纪念品 彩礼都准备好了 就等新娘上门了 大爷的相亲要求也实在 年龄在五十四岁上下 最好有退休 最好有退休金的 子女都成家立业的 身体健康的 基本上与自己们当互对 当老师的 是最讲规矩的 也是最精打细算的 很会过日子 很会过日子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是否和她的要求 大爷提着水果来到大妈家 一进门就感受到了 大妈生活环境很好 住的房子宽敞明亮 也看出大妈是一个贤惠之人 因为家里收拾的干净利索 做了一教师的大爷 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 进门就一顿猛夸 对大妈那是相当满意的 大妈在接受大爷夸的时候 同时脑子还是上线的 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 热情招呼大家 对大爷的第一印象不是很满意 毕竟大爷形象 确实一般 但生活不是靠外在形象就行了 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谈起对生活的感悟 大妈说自己热爱生活 大爷就再次表现了自己教师的优势 对大妈又一顿猛夸 又一顿猛夸 大爷你这表现欲也太强了吧 是要显示自己词语丰富吗 还是想表达自己口才好呢 大妈说到自己的情况 离婚二十多年了 儿子还没成家 还要照顾老母亲 大爷听到这一点 大爷听到这一点就有想法了 毕竟自己的儿女已经成家了 自己没有任何负担了 大妈小孩还没成家 以后自己如果作为继父 肯定要出钱出力啊 这可是压力啊 与自己的初衷不服 虽然大妈漂亮大方 温柔贤惠 但喜当爹 如果是便宜爹还好 要当出钱出力的爹可不好当啊 等来大妈还要未成家的儿子 大爷就打起了退堂鼓 现在又听到大妈说 要找一个倒插门的 因为大妈要照顾自己的老母亲 不方便去别人家 只能找个上门女婿 来家里一起照顾老母亲 大爷听到这个要求就更不行了 毕竟自己一个大男人 不是娶不到老婆 为什么要倒插门呢 这可是吃软饭啊 这太没面子了 就说是您 他这那些是招 他这那些是招您 这个就是倒插门吧 上他这边来的 就说这一点我做不到 一个是您过得真好 我这个老刘您 这个脸面有光 这说啥呢 知道的是什么 不知道的 这老刘活不清 哈哈哈哈 上去吃软饭 无疑两个人只能到此止步 两个人只能到此止步 你们怎么看呢 大妈相亲要求里面 没提出要招上门女婿 怎么突然对大爷说要招上门女婿呢 是大妈看不上大爷特意找的借口吧 你是什么看法 可以留言一起讨论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大妈 真不一般啊 大爷问大妈好旅游吗 大妈说一年一次吧 大爷说出去就得A制 大爷你这不是太逗了吗 问大妈喜不喜欢旅游 几个女人不喜欢旅游的啊 你真是把人家胃口吊起来了 大妈还想大谈特谈旅游的事呢 你又来一句AA制 这转换也太突然了 真还让人脑筋转不过来啊 大爷是你的思维太跳脱 大爷是你的思维太跳脱 还是这个话题起得不着边啊 感觉话风对不上啊 害得大妈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你这说的是一个意思吗 大爷你这思维太活跃了 让大妈跟不上节奏啊 你看大妈那父母 你看大妈那父母蹬口呆的样子 还没听懂你在说啥呢 这老年相亲就这么奇葩啊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张大爷 七十三岁 丧好两千元有住房 眼前这位就是今天来相亲的主角 虽然七十三岁了 看上去精气神倒是蛮好的 大爷家里也是干净 家里也是干净利素的 大爷除了每周路 鞋打不动的与老同学一起打架 没别的事也没别的爱好 所以就喜欢把家里收拾的干净利素的 自己住着也舒服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年龄太大了 因为年龄太大了 不允许骑行了 否则还可以约几个好友一起骑行 大爷不但有娃将机 还有音响 有事没事听听音乐姐姐们 大爷虽是出身搞工程的 修路修桥 当过相互经理 但却不抽烟不喝酒 这确实也难得啊 谈起过失的老伴 也是难掩心酸 老伴是个好妻子 好母亲 有老伴在 家里家外都打理的很好 不需要自己操心 后面因为病走了 现在也走了二十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 儿子也在外地 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感觉一个人生活还是不方便 需要一个人陪伴 所以决定再找一个老伴 她的相亲要求是 长相都说得下去的 我说对不对 这个事少一点 就是互相包容一点 大爷的要求倒是不多 大爷的要求倒是不多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是否合适她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叫刘大妈 六十七岁 离夜 退休金两千多元 红娘来到大妈家 大妈住的房子是儿子的 房子虽然大 但除了她住 还有已经离婚八年的前夫在住 因为前夫生病了 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又很忙 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 减轻儿子的负担 大妈就帮儿子照顾生病的前夫 谈起与前夫离婚的原因 主要是前夫喜欢喝酒 而且喝了酒就打人 经常打大妈 孩子大了 大妈也不想忍受这种生活了 所以就想要 所以就选择了离婚 对于大妈在找老伴 大妈的前夫也是支持的 大妈找了老伴 前夫就去拖老所生活 因为大妈找到了老伴 就要与老伴一起生活了 不能再照顾前夫了 前夫也不再拖累大妈了 谈起大妈以前的生活 前夫四十多岁退休后 就不干活挣钱了 退休金又少 自己也下岗了 大妈为了儿子读书 只能自己出去 占马路牙子赚钱养家 刷土料 擦玻璃 刮大白 什么活都干 大妈确实也是辛苦了一辈子 大妈觉得自己一辈子 都在为别人而活 现在老了 孙子也 现在老了 孙子也都大了 所以大妈想为自己活一把 一辈子没体验过爱情 所以想再找一个老伴 过后半生 她的相亲要求是 一般能过得去就行 是吧 有房了的 就行 大妈的相亲要求很实在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是否合适她 在红娘的带来家 大妈来到大爷家 两人刚见面 彼此第一印象都不错 演员挺好 还行 演员挺好 她不像妻子 不咋了 咋了年轻 挺年轻 说话了挺好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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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年轻的比我小六岁 个疼我 说话了可以 大妈觉得大爷显年轻 大爷觉得大妈年轻 第一印象好就是良好的开端 大爷家里很干净利索 大爷也不断推荐自己 说自己的意思 说自己的衣服经常是亲自手洗 而且衣服也是春夏秋冬四季分开放 家里确实收拾的好 大妈对大爷这点很满意 大妈就喜欢干净利索之人 接着大爷又介绍 接着大爷又介绍自己 说自己除了喜欢喝茶 每个月也就五十元茶叶钱 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什么别的消费 大妈对此很满意 后面大爷问到旅游的问题 大爷直接说旅游就得A制 好 你好旅游 我愿意旅游 也不走去 除去留了一年咱也不说多 一天除去留了 这个说白了 除去了那就得A制了 除去了那就得A制了 因为大爷退休金只有两千多元 除去旅游一次 随便就是几千 大爷负担不起 其实这也是大爷的实话 一个月两千多块钱 一起生活还可以 还要出去旅游 那岂不要喝西北风了 不过大爷 你这出几千块钱的事就A制 也太没男人担当了吧 大妈肯定对此有意见啊 不行 不行 这人一看是旅游还得A制 绝对不行 那这样的事好像 一点也不怕 这就是旅游吧 你不说A制 女的能不划吗 出门人外的说 红娘把大妈不同意 A制反馈给大爷 想问问大爷能否改变 大爷那时坚决不同 那时坚决不同意 改变自己的想法 因为自己公司的 必须得A制 大姐说A制的时候 你觉得心里大姐有点心 没啥不行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咱们为了再起 为了快乐 这个歌 就不好 就是找谁你都得A制 不是A制 那咱们肯定的 没有研究 我俩叫做 一个一个 一个根本就不够 大爷 你一个人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还找什么老伴啊 还AA制 七十多 A制 七十多岁的人了 谁来跟你AA啊 旅游是AA制 那么如果成了以后 两人生活一起也是AA吗 那我问一下大师 这以后过日也AA制了 大有对大妈这个问题 倒是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以别人为例来回答 就上你的去 啥也不能哈 就是啥都是你的 我就 我就 你找人心里去吧 我说肯定是人心 我说我反乱不了 其实意思是 以后也只能AA制 大爷的工资只能养自己 不能养别人 大爷 你这是来找老伴吗 不是来白嫖的吧 多的钱不能出 少的钱也不愿化 少的钱也不愿化 你能找到老伴吗 大妈听了大爷的话 觉得这个大爷不值得脱步 太脱了 可能大哥工资就是人家学不多 工资太低 但是工资也是低的 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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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工资高的话 我觉得大哥也不能差钱 心里不得进 我说这个 蛮人不值得脱步 大妈 你也是坐着说话 不要疼 几百块钱还要AA制 几百块钱还要AA制 你自己为什么就舍不得出钱呢 不AA制 你也可以给大爷出啊 为什么就只能大爷来出呢 AA制是一种生活里面 互不依附对方 自己都有钱 AA制各花各的 也未尝不可啊 后面大妈直接说大爷太小气 大爷太小气 我说的想法 他好像是有点小气 就是你个油呢 花个几百块钱 才不让你还AA制 这可把大爷急了 大爷说 我不是小气 我是自己工资低 自己工资低 钱少底气不足 大爷需要AA制 大妈接受不了这种生活里面 所以两人只能不欢而散 此次相亲以失败告终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他已经几个钱 我能挣了 我一天我能挣多少钱 你最多一天 五千 一天我挣五千 一月挣十五万 就退休金那两天 我瞧起他 我瞧起他什么 我瞧起他 这个大哥真豪横 直言没有退休金 但自己能挣 一天挣五千 愣是被他说出了 一天能挣五万的赶脚 今天来相亲的是李福满李大哥 今年58岁 有自己的住房 李大哥不差钱 一年能挣个十来万 一年的挣多少 十万八万的 七亿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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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基本上 啊 李大哥刚开始干的是挖酱活 一天能挣二百多 挖的活人公司 二百一千 那就要的非常正常 一天二百多块 十天就两千多 后来看到市场上 有的市营 就开始了暴火 如今也是今非昔比 干着干着 我一看市场 这有的市人 谁都不干 谁都没活干 咱找点活找钱干呗 李大哥说能有现在的成就 还得感谢他的 还得感谢他的前妻 俗话说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要不是当初前妻嫌他穷 他也不会有今天 咱老挣不着钱了 你干着的好像就像你无能似的 人家就不用过来 如今他就想找一个会过椅子的人 能把家给收拾干净 我也不需要他干 把屋子收拾干净上去 没了 没了 就是一个会过日子 在了解完李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给他找来了刘雅玲刘大姐 刘大姐今年57岁 没有劳保 没有住房 刘大姐倒是个会过意子的 穿了十几年的衣服 也舍不得冷 那李大哥 那李大哥能看中刘大姐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刚见面 李大哥就直言刘大姐亮丽 可惜刘大姐并没有相中他 两人坐下后更是一言不法 连红娘都替他们尴尬 不说弯件谁 不说弯件谁都不说呀 在得着李大哥四包公投后 刘大姐的态度才有所改观 眼耳一开口 却是想让李大哥换套房子 刘大姐自己没房 没劳保 却嫌李大哥家离市区太远 楼层太高 那李大哥能答应吗 送走了刘大姐 红娘又给李大哥安排了汪洪玲汪大姐 汪大姐今年53岁 每月收入2400元 目前是和女儿租房住 八年前老伴殷心梗离开了他 现在王大姐就想找个老伴 过好后半生 在了解了王大姐的要求后 红娘找来了李大哥 两人刚见面 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印象都不错 印象真不错 感官体观感觉挺温柔的 挺水眼的 眼里边的挺好 李大哥更是主动聊了起来 汪大姐看出李大哥 四个勤快眼 李大哥也说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汪大姐表示 一个女人做家务是最基本的 保持一天 收拾一遍 有没有小孩照的 一天一天收拾一遍 天天收拾一遍 家脸过这日子 过一乐乐呵呵的 别吵别闹的 把屋收干净利松 做点放啥就行 那就行的 其实挺好的嘛 李大哥一听 觉得王大姐是一个能过意子的 于是询问王大姐有什么要求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假如说咱俩行的话 你有啥条件 太钱钱了大姐 对啊 必须值钱 有啥条件 给我买个老宝吧 你老宝吧是咋好身呢 是就 二十一万 二十一万我自己有点 二十一万我自己有点 你要是能够出十一万 十一万块钱 我就能把他老宝买了 李大哥他能干吗 你先能保证你 三千五千你就走了 你还把他移掉了 你能多保证 王大姐保证 交完老宝肯定跟他真心十一 肯定跟他真心十一过亿的 你现在被拿我当别的女人 就是那些弯转的 就是说那 不实行工事的 我绝对不会那样事的 或者是呢 你要交不了这个 十万块钱呢 你就一个月给我 两千块钱乘起来 眼看十万块钱要不到 王大姐表示 每月存两千元也行 给自己一个保障 李大哥直接就要 他就问了 这是开工资吗 你也存两千 嗯 属于公股吗 这也不是公司 居家过去两口子 没有谁给谁存抢 说实在 在咱家过去 他能缺点钱 那这时候真话 你老说不信 能缺点钱 那都是你一手都 在那抽下里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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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高 你可以飞边花 但是你这个挑衅太可可了 王大姐那两个人 一起过日子 但你说这个我也 我也不是说不理解 我也理解 看到李大哥离开 汪大姐也很无奈 他问我要找我 该发脾气 该怎么说也不说 那不行 那你没得啥意思 那你怎么 是不是 那一分钟都送你 然后 喜欢我怎么做 怎么也拿伞 那如果三万块钱 那你怎么 就是觉得 钱就在这抽下里 你想话都会怕不上 就是说每个月给钱 他真的不想讨论 不是 是不是 是啊 行 那就行 这不是故意拿到钱 就行 最终在红娘的劝说下 汪大姐松了口 表示可以不要 但是李大哥 已经铁了心不处了 真神奇没这样的事 如果真心的跟咱们过日子 能 能 相互到老家 咱是求之不得的 咱们就 咱能成事呢 既然咱说 我死了 偷了我留下的东西 就动 刚才在楼上 问了大姐 大姐说你 这个情绪太激动了 情绪太激动了 因为她是觉得 这个动力就伤了着来 就两个人前方一转花 她也是同意的 她这个动力就不行 她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想法 不能 嗯 就是她有这个想法 你也就是觉得 不用 不能进下去 刚刚的好感也是荡言无存 最终两人相亲失败 爱情不是买卖 最重要的还是饮品 各位老铁你觉得呢 换病的大爷来相亲 因为身体不允许了 所以特别自卑 相亲多次次次失败 可是大爷的条件 那是 那是一点都不差 大爷今年才62岁 正值当年 可就差这件事上头了 大爷有一套住房 每个月还有5000多的退休金 按理说 这个条件是相当优秀了 说起大爷的糖尿病 大爷说 就是因为这个病 才是去某些功能的 功能的 就是有糖尿病 你一套人擦拭 你把压在酒 压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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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难你 你这生活没有乐趣 给我教也不少 就是别人一套 人可以说实话 他不准处一处的时间 一处的时间再跟你说 或者 你跟你 跟你 今天我就跟你说 有不少都50都跟我 然后我就跟你 我跟你说 你说不行 就吵了 所以在找对象 那必须能接受这点的才行 大爷找对象的条件 那就是没条件 能看上自己就成 自己就成 你想找啥 我找的就是 人家看上我 我就是行 我没啥要求 于是红娘按照大的特殊要求 找到了有着同样要求的大妈 64岁的中大妈 大妈每月退休金也有4000多块 名下有两套房 套房 世上的妈妈最伟大 大妈为了生孩子没少遭罪 为了保命 只好把整个子宫都切除了 大妈妈一直自己独居生活 为了不出现意外 她把每个裤子都缝了口袋 出门就会把身份证医保卡放在口袋里 这样出什么事 自己都可以最快就医 大妈结过两次婚 第一人丈夫也就是孩子他爹 第一人丈夫也就是孩子他爹 看到大妈切除子宫留下了病根 出轨跟第三者跑了 我俩分手以后 因为孩子爸跟他就过了 过时那女的都肺癌了 我呢那时候是跟第二个是过的 婆娘 婆娘都让我回去 不然我就没回去 第二人丈夫再两人在一起第三年 也找了个比她小18岁的离开了大妈 大妈因身体原因也一直没有 也一直没有在找 这些年也是受尽了苦楚 不过大妈大爷两人还挺合适的 都因身体情况不需要夫妻生活 大爷得知大妈的情况 开心的不得了 开心的不得了 去拜访大妈之前 买了不少水果 两人互相一见面 彼此都比较满意 毕竟两人都不挑人 能接受自己的那就很知足了 首先就是相亲的避开环节 检查衣柜 一看衣服就知道大妈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看看大妈现在穿的衣服 特地自己加长了一截 还挺本的 你从来都不说人家拿的 我不在意 我不用拿 为什么我找得像我 我没啥挑选 还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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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日本她 对对对 身杠上还行 人家坨上也行 还行吧 那男女不化妆 咱化妆 咱也不说 咱得 咱不咱就说时刻 是不是 咱卸了妆 还背着没有好看呢 大妈也是太实在了 大妈也是太实在了 说的话也很中听 两人越看越合演员 那不得坐下聊聊吗 大妈那是相当实诚了 但是大爷更实诚 相亲直接拿出身份证表明身份 我说你不像别人 你不像别人要合要表的 我不要 哪有 大妈相信那是啥都不要 为啥不要呢 大妈给出的回答是 她啥都有了 这让大爷心里 这让大爷心里是又惊又喜 大妈一点不藏的掖着 告诉大爷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差 我现在开4200 还有房子呢 哈哈哈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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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房子 还有个现在住去了 住1200 大爷一算 一个月合下来5400呢 大爷退休金才5000块 瞬间底气 瞬间底气也没了 而且大妈还有两套房 当次更是比自己高了一头 大爷也寻思着不能嫌弃我吧 大妈也是个实在人 丑话说在了前面 我有点白泥上 我明天就要手术下来 大爷一听这都不是个事 完全不在意这个问题 直接跳过这个话题 跳过这个话题 问起了大妈对两人以后的生活安排 我是拿生活费还是工资卡上交啊 那咱老奶奶生活生活 生活怎么办 怎么安排啊 你说就说 你说就说 这工资给你多少钱呢 听到大妈的话 大爷心里也有点忐忑 也有点忐忑 这是给多少啊 大妈更是职严 多少都行 不挑 这就是最不好拿捏的了 到底大妈心里是咋打算的 还真看不出来 给多了大爷钱包紧 给少了大妈要是不累 还觉得大爷扣门 大爷扣门 大爷也是直接提议每个月给大妈一千块 大妈一听那不行啊 你再给我添点 一千块也不够生活的啊 大爷没说话 直接就往阳台走 就往阳台走 这咋一说钱的事都激动啊 童娘也急了 这还没聊啥呢 大爷这是啥情况呢 怎么还不乐意了呢 追过去一问 却发现大爷只是烟饮饭了 对于大妈说钱的事 他根本不在意 给多少都行 但是得等自己把烟抽完 正好也可以看看大妈对抽烟的男人反感 抽烟的男人反感不反感 不舍得今天没有人说什么了 我能把他买我那样的年纪也得了 是不是 我今天太有事了 他拿起皮了拿起来 咱能说哪 拿来来喝 不舍得 不舍得 那我能私下问一下吗 大姐 大姐你到底笑不一下 还行 觉得可以说 行行行 可想说吗 这多吓人哪 红娘还以为大爷不乐意了 大爷不乐意了 另一边大妈还在自我检讨呢 这是自己要生活费人不高兴了吗 大妈一看大爷回来了 又重新说了一遍自己的想法 他要这个钱也不是自己存起来了 那不是两人的生活费吗 买个菜做个饭都要从里面拿 可不是给自己的零花钱 可别误会了 大爷大妈来相亲 大爷一听提前直接扭头就走 红娘追过去一看 原来大爷只是烟饮饭了 大爷抽完烟回来 大妈怕大爷误会自己要 大爷误会自己要钱的行为 直接告诉大爷 这可不是我自己要的零花钱 而是两人的生活费 大妈一看大爷答应的这么痛快多少有点忙 这也太爽快了 而正当大妈还没反应过来时 大爷更是 大爷更是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打马蜜 大爷更是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打马蜜 不行我跟你说我可不是那个物质女 我跟你说实话拿了 你听不听话你说 听不听话 听话就行了 好家伙还没干啥呢 咋就开始塞钱了 不过看大爷这个态度也是个负责大欺的男人 两人拉扯半天也没分清楚 半天也没分清楚啥 一旁的红娘一看这情况赶紧圈了圈大爷 等大妈出院大爷可以去医院寄他 到时候再表现大爷这才把钱收了起来 两人都有着同样的问题 刚好凑在一起挺合适的 两人真是短板碰短板了 那简直是绣球配牡丹 天生的一袋 眼看到了饭点 大爷也是挺有眼力见的 咋咋呼呼喊大妈去做饭 好家伙你这变成一家知主了 那你也别闲着了 也收拾收拾桌子吧 好家伙你这变成一家知主了 那你也别闲着了 也收拾收拾桌子吧 两人一起合作 没几分钟就整了一大桌子 可就在吃饭的时候 大爷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 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 这让大妈瞬间有了危机感 毕竟两人丈夫都是出轨的 大妈行为也是有点不踏实 大妈是一个劲的 想给大爷看自己的素颜照 大爷是一个劲的抗拒 咋的大呀 怕晚上睡不着啊 知道的懂你是不在乎外表 你是不在乎外表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咋的了呢 看一眼又能咋样呢 但是我没那么磕色 就是啊 大妈难道不是个大美女吗 大爷说到这个问题 情商那是彻底消失了 我看不是女物 看那是谁 但是我没那么磕色 不是 哈哈哈哈 你卸妆啊 就是你磕 你说 那在我这儿都不出事 就说啥呢 咱过一世纪啊 哇 不是说 这是心里话 不是导的邪女儿 那你说 那些和那些画皮 那些画皮 你哪个 你哪个 你哪个女都要 谁家都会画 但不能给你过路 对 你说 你说是吧 你这找那一个女的 说咋的好漂亮 哇 这么好弄好 她呢 她呢是想骗你的 咋一面 你就平衡吧 你这个心态好 虽然说的是大实话 但是听着咋那么难受呢 好在大妈一点不介意 两个人决定交往 等大妈 交往 等大妈做完手术 大爷就去医院门口接他去 两人吃大餐去 好了 今天的相信就到这里了 两个朴实的人相信 就应该是这样的 希望两人幸福长久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嫁汗嫁汗 穿衣吃饭对吧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的一草一木 没有他一点付出 今天来相信的大爷 来相信的大爷 可谓是铁公鸡中的战斗机 面对漂亮端庄的女嘉宾 大爷直接表示 要想和他好 女方必须往外掏钱 不然他心力不平衡 真是老奶奶钻被窝 把爷整叫了啊 都说子妇大爷是普信 那这个大爷就是硬信 又硬又自信 又硬又自信 请老姐们搬好凳子 和冬瓜一起看看 这次的大型翻车现场 哎呀你好黄大哥是吧 我是红娘孙茜 黄大哥放粮65丧 退休金每月3000家 谢谢你 哎走咱先进去吧 别拍 进屋再拍吧 把别人拍 先进你的手 我先走你们 你们跟我 一见到红娘 黄大哥两条腿 就像装上了风火轮似的 跑起来比兔子还快 咋的大哥 难不成这小区里 还有别的老相 别的老相好 这可不行啊 其实我就是不好意思 你们来了 肯定有人见到 都知道了 再传到我女儿那儿 我女儿知道了 我不好意思 你相亲连闺女都不知道 到时候不得跟女方干账啊 玩的啊 大哥说了 这次的电视相亲 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闺女 但闺女 但闺女也支持她再找个伴的 她当时愿意让我再找一个 她也放心 女儿是同意咱们再找老伴 对 只不过是啥呢 就当父亲的 就觉得哎呀 这个岁数呢 然后还上电视上相亲 就怕姑娘觉得咱有点 嗯 我不好意思 大爷 你的担心是不是多余了啊 这节目一不出 别说你 不出 别说你闺女和左雷又设置当 就连地球人都知道了 就算搬家都让你无处可搬 大大方方的 没准小区里的老太太就是你的菜 老头进屋后第一件事 就弹起了自己人生的一大憾事 人生的一大憾事 一开始我是学校老师 其实那时候老师挺清贫的 也挺苦的 后来我就掉了到企业了 改制以后后悔了 我那些个朋友同学 他们在 嗯 还在那个教育界 他们工资都非常高 都六七千 我那个是企业退休的 我就三千 知足吧大爷 你每月退休金三千块 还有房 在老年相亲界 也算是齐了忘了做教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了 既然笔下有余了 既然当初选择了 就别后悔了 过好现在的生活 抵啥都重要 老头说了 自从老伴走后 身边有很多人给他介绍 他每次都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失败了 我工资 太低了 现在 太低了 现在人很现实 有的要求 南方 要给买什么东西 要承担这个承担那个 他的钱要一分不动 其实我看完了以后 我有时候我也不理解 而且我也不能接受 工资太低 的确是现在 的确是现在相亲界的瓶颈 但接下来 老头的一番火狼致辞 相信哪个大姐听了都不会答应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要夸我一个人 一个是不够 就算我挣六千块钱 七千八千 女方也得付 女方也得付出点钱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的一草一木 没有他一点付出 我们两个厚到一块的 我就去全力以赴 又照顾他 我又全拿资金去养活他 有点不公平 爸呀你是没睡醒的 还是早上起来喝多了 找个老伴不仅要白白伺候你 还得倒贴钱 人家是图你长得瘦 还是图你说话臭啊 你觉得大臭啊 你觉得不公平 那还找啥办啊 自个武的钱带得过呗 那要最公平了 红娘一听这话 心里就有数了 既然你哭穷没有钱 那咱就给你找个有钱的 过去的那个老人不都说吗 就是说 嫁汗嫁汗 穿衣吃饭 对吧 我就是挣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我也不会 让女人一分不付出的 因为感情和生活是两个人 共同付出才行 单靠我一个人付出 那不公平 相亲现场 面对漂亮且气质优雅的女嘉宾 老头大胆地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家是两个人的 必须共同付出才公平 结局舒服了 李大姐你好你好 终于见面了 李大姐方怜五十九丧凹 退休金两千家有房 大姐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口腔诊所 从她的这个牙就能瞅出来 大姐主要是负责牙齿修复和美容的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年轻时的职业 竟是一名英语老师 让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学医的吗 就是因为我原来是教师 教英文 教英文 原来是英语老师 后来我自修的 在哪儿当英语老师 我原来是在长村 就是一百二十一中学 当了几年那位老师的吗 四年 四年头 后来 后来因为孩子的出生 公婆身体欠安 大姐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 只能放弃了自己的单位 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儿子上大学以后 大姐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12年之前 12年之前我做过这个流学啊 国际流学 自己创办了一个浪地国际 几年之后 大姐又转型和朋友开了家物流园 在干了几年物流园后 大姐又通过自己的努力 靠自学当了一名牙科医生 从以上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 大姐是一个敢想敢做 胆大欣欣的事业型女强人 这型女强人 这一切事业的成功 都离不开丈夫在背后的大力之时 因为我俩是同学 非常好非常好 因为我们从来也不吵架 大家都挺羡慕我们 正当大姐的事业 淡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丈夫却发生意外嫁喝唏嘘了 她听不讲 真是不给我 真是不给我扔去了吗 睡觉 然后就一个呼噜就走 就急性性的 人生就像是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是我先挂 丈夫的粗然离世 对大姐来说 对大姐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后来在亲戚和朋友的鼓励下 大姐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才慢慢从丈夫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 就是姐夫走的六年多 我也在想 就是自己好好的工作 就是活得更好一些 活得更好一些 大姐说了 虽然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是个女强人 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柔弱的小女人 所以趁着现在还年轻 找一个后世的肩膀 让自己套一套 对未来的婚姻 大姐也是自信满满 她如果真的能够遇到我 她也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这个人 这个慌慌面面可以说 可以说真的很自律的一个人 就是 心底也是非常善良的 那黄大哥会是那个幸福的人吗 两人的见面会擦出咋样的火花呢 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人很快就见了面 你好 你好 请进 请进 先正式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黄金雨 黄大哥 黄大哥 你好 这位是李大姐 我姓李 叫李嘉欣 从老头直勾勾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来应该挺像中的 可以 他最起码文明程度是绝对有 长相也可以 属于中上等人 女人只要长得美 老头看了卖不动腿 但大姐这边就不咋地了 一般 一般 跟你之前没见证的想象中 还是有 差距的 你会想了解啥跟我说 了解她的工资情况 她的收入情况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演员不够 钞票来凑 钞票来凑 大姐首先表明了 自己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看看老头怎么表现吧 如果一个女生 就是说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的话 那么 就是说 女生的这点 这个 退出金 就 她自己买个衣服啊 或者啥 那就没有必要去考虑 对吧 大哥大姐来乡签 大姐来乡签 当听完大姐的消费官后 大哥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厚到一起生活的双方 水也不欠水的 凭什么白养你啊 我就是挣一万块钱 我也不会让女人一分不付出的 感情和生活是两个人共同付出才行 单靠我一个人付出 那不公平 先别拿着一万打比方 先把你的实际的收入情况 跟大姐展示一下吧 看看她能不能接受 我工资低 我才三千块钱 我原先那个在 在学校也是当老师 后来 改行 改行了 随着企业工资 就是 退休就在这边 得知老头的工资只有三千后 大姐脸色变了 退休就三千不行 太少了 太少了 你再讲啊 妹妹 整个这一个家庭的花销 我们一月得几千块 我们一月得几千块钱呢 又加油又啥的 三千块钱够吗 根本都不够 老妹 就凭大姐的容貌和气质 每月三千块肯定不够花啊 毕竟经济基础决定幸福的尺度 幸福的尺度 起码的五千以上才可以 退休金确实是少了 就为男人 咱说如果你要是 这个 光靠退休金两个人的生活 也就是生活吧 就是我对男方的要求 起码他的这个月收 得在五千以上 五千以上 老头本想着找个老伴贴补自己 来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没料到施与愿违 于是就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这个条件 就是如果能够 接受我这个经济条件 我们就共同经营这个 我们两个 这个我们两个的生活 共同付出 这样事的呢 我们能走到底能走到长远 大姐也听明白了 老头是坚决不接受 那种靠婚姻改变命运行为的 大爷说了 他之前的老半工资比自己高 还承担着家里的所有开销 所以他就想找一个 那种至纯至善的美好爱情 至善的美好爱情 他说的话我就听出来了 其实我在这个方面上 我心里有说 我不想跟他去 那个叫那个字去争辩 此时的大姐就不乐意了 你不跟我争辩 那我得跟你掰扯一下 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还能没点嘴皮子吗 过去的那个老人都说嘛 就是说 那叫叫什么了 驾汗驾汗 穿椅吃饭对吧 听着大姐和自己格格不入的观点 一旁的黄大哥脸色是越来越大 黄大哥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了 此时的他再也忍不住了 多么幼稚的一句话呀 什么驾汗驾汗穿椅吃饭 那是 那是愚弄人的 愚弄 男人的 我觉得 有些男人觉得这是个道理 可在我这说 可在我这说不通 大爷的思路清晰 立场坚定 家是两个人的 男女平等就应该是AA制 而这边的李大姐也沉不住戏了 高迪要让这老头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家的女员 我跟你说就是说 有没有追求我的人啊 就是说 直接就说 你的工资你就拿 拿着用 那么我每个月给你五千块钱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 你的首饰啊 你喜欢什么买 那是另外算 这个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啥也不用你干 丑丑大爷在一旁的眼神就知道 老头心里那是七个不平 八个不愤的 大爷清楚的知道 今天的相亲 也是唱戏的收罗鼓 彻底没戏了 但不甘心的他 仍然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其实有的男人吧 是那种说法说 我养你 我给你多少钱 我不用你做什么活 那都是一时的激动 激情过后 不会永远这么付出的 你什么活也不干 他养了你 他对他妈他也不一定做到 不得不说 大爷说的这话确实很实在 很多人 很实在 很多人婚前婚后是两种状态 婚前你是我的小宝贝 婚后就自己去书房睡 相亲进行到这里 现场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年 老头偷偷给红娘打出暂停的手势 表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了 大姐也觉得这话不投机半句多 两人三观不同难以磨合 第一次和他聊天 就是我们三观最起码不一致 我也感觉到有女士很优秀 谢谢 他所要求的很实际 但是我们的三观不同 我们可能不能够 不能够走到一起 最后两人在友好的气氛中 了结了这份情缘 好了 今天的相信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们的东方 咱们下期见 某某的